真相台,让我带你穿越谎言的迷雾,抵达真相的彼岸 好多粉丝给我发来了说关于甲铃的事 说浩哥,抽抽给我们讲讲 现在中国有一电影在春节党特别火 热辣滚烫 据统计说有可能超过50亿的票房 但是我看海外的这帮独轮运 现在纷纷说中国女星甲铃 她是切胃、减肥 是做的那个绣状胃切除树 所以她才能瘦100斤 并不是她宣称的说自己纯靠自己努力减的肥 所以欺骗观众一个春节怒赚50个亿 他们说的有谱吗 好吧,咱们就来说说这个事 甲铃她是中国的一个原来学相声出身的女演员 是喜剧明星 后来转行做导演 拍了个爆火的片叫什么李焕之 是吧 那片没想到几十亿的票房 所以当时她好像是发了一试 如果说李焕之票房过10亿 她就减肥100斤 结果现在她又拍了一篇叫热辣滚烫 为了以前的誓言 减肥100斤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看这个话题迅速的就登上了中国的各大热搜榜 还说甲铃减肥以后太美了 甲铃的腹肌都露出来了 是吧 而且现在的票房排名第一 一直排名第一 我想50亿的票房没准这个爆款就已经准了 他这个电影是翻拍自2014年的一个日本电影叫百元之恋 说也是一个胖姑娘 也不知道受什么刺激了 然后自己非要打拳上拳台 所以为了全练拳 然后减肥 后来成了一个励志的一个榜样 所以甲铃你看他在这个电影中最开始的时候 因为说甲铃原来没这么胖 是是 甲铃自己也说了 他自己增肥了这个三四十斤 然后又减去了100斤 你看 在整个过程中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甲铃是通过什么方法 一年之内减去了100斤的体重呢 俗话说每一个胖子都是潜力股 所以说减肥之后简直是换了一个人 你看看减肥之后的甲铃 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那所以很多的人就包括海外的独龙运说 切胃了 有的说这是绿木 这是AI 这是假的特效 确实啊 尤其是每一个胖姑娘 那都是潜力股啊 那才是潜力股呢 是吧 最后甲铃还满足了自己的愿望 说我瘦100斤 我就拍个晚礼服照啊 穿礼服拍个照 这是瘦去一个人 原来200斤 现在100斤 瘦去一个人啊 给大家拜年了 大家好 我是甲铃 祝大家在龙年里生龙活虎 龙马精神 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热辣滚烫的人生 太感慨了 是不是 马上从胖的妈变成了一个大美女 她自己也坦言啊 我为了这个拍这个戏的效果 先增的肥 增40斤啊 角色的需要 你需要有一个体重变化 是的 我这个角色是先增的重 增了多少 从170到180开始增了 增到210 30多斤40斤吧 我希望演绎出一种 人很沉重 跟社会有一点点脱节的感受 但我本身呢 因为我人的性格 和在观众心里的形象 过于讨喜了 所以我只能 边增重边看 我什么时候增到那种 就是让观众有一点点陌生感 增肥也挺痛苦的 虽然你可以随便吃随便喝 但她的心理压力很大 因为她血糖不够稳定 所以她的情绪就总是波动 总是内耗 但是正好在那个时期 因为在写这个剧本 所以可能反倒更有利于去接近乐营那个人物吧 然后其实简也没有说 其实整部店也没有聚焦在任何关于减肥的这上面 她只是想要去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 想去打完一场拳击比赛 那这个拳击比赛我不能这100公斤级的 没有办法 所以她其实到最后的时候 她出场也不是瘦的样子 而是她是一身腱子肉的样子 这个其实大家说实在的都把这个噱头集中到她如何减肥身上了 尤其是在电影里边她还公布了自己减肥的一些影像 你比如说10月份的22年10月份的时候200多斤 这开始锻炼11月份的时候 这就23年4月份的时候已经瘦下来了 5月份 这是整个的一个过程 6月份 她其实减的还是挺健康的 她说她一个月就是平均减8到10斤一年 那不就整好100斤吗 那那位说这些观众们对她共情的地方在哪儿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共情的地方就是实现了自己减肥的梦想 大家都知道减肥是最不容易坚持的是吧 好多人想减减不下去 可是看到电影里边的甲铃 人家从200多斤啊 捡到了现在的这个变成了一个大美女 大家都会把自己呢 带入到甲铃的角色中去 说她能做到我也能做到啊 所以呢 大家都会想去看电影里边的甲铃是如何变瘦的 我很自豪 因为那天我的亲姐姐在我家看 说 这个电脑做的痕迹太重了 我说姐 我说你看的后面还挂着绿布呢 你知道我们一起洗澡啊什么的都知道就是 这个电脑做的 搞得我当时脱了 我姐你 气死我了 她说 我姐的意思是她说她知道我练到了这样 但是她依然觉得不敢相信 不可思议 确实不可思议 就包括你要登全台之前那个亮相 然后我都是一直在看说 这个头配这个身子 是我印象当中的甲铃吗 真的 大家看看到电影的时候 你会明白我们的那种不可思议 我本身后面那个彩蛋一次一次的出场 那个是没有的你知道吗 是后来因为我做测评的时候 质疑的人太多了 电脑做的 电脑做的 我心里好像不是电脑做的 我才加了后面那个我一次一次出场 试拍的时候 对 而且我那个试拍根本也不是为了放在彩蛋里 我那个试拍是为了让美术和摄影置景 让那个镜头 大家知道我要拍一个什么样的镜头 啊 但也碰巧了 刚好记录了你那几个月 每个月不同的变化 一直到真正实拍的时候就是达到最好的状态 拍的那一条 我真正实拍的时候脱水了 脱水脱了 我得有8斤吧 但是我跟你说 这个千万不可取啊 脱水千万不可取 沙姨哥那天 脱水能瘦那么多 8斤 那我脱一个 我说我拍完这几个镜头以后 我说第二天喝水泡了5斤 那不还有3斤吗 沙姨哥能屈能伸呢 是吧 我说后来我说我这样我说我观察 这后来两天好 你又再喝水 你再吃盐的话 他就回来了 嗯 沙姨哥很坦诚 说那个上全台的那个最好的状态是脱了8斤的水 把身上的这个肌肉的线条全得展示出来 啊 脱了8斤的水呢 就是说 就等于说是极度的啊 然后呢榨干自己的这个水分 然后拍出这样一个镜头 但是这不是常态啊 这不是常态各位 所以呢贾灵为了这个电影 确实是努力了付出了很多 那至于海外的这帮独龙运说这贾灵 根本就不是自己受下去的 他是切胃了 那个做了秀壮胃的手术 什么叫秀壮胃的手术啊 我还专门为了辟谣 我找了一段这个秀壮胃的这个介绍 给大家配上了中文啊 大家看一看 什么叫做秀壮胃的手术啊 是的 这平均人的脂肪可以伸展到 1-1.5L的食物 在脂肪的食物 食物是混合了食物 食物的脂肪 使用更简单的脂肪 所以它可以更容易达到 一样的脂肪 在小口中的脂肪 在脂肪的脂肪 脂肪的脂肪 是创造成的 使用一个手术的手术 食物的脂肪 脂肪的脂肪 尊重医主 各位啊 不定每个人都适合 看出来了吗 各位 它就是把那个胃 切去了十分之九 就留一个管状的这么一个胃囊 所以你吃的东西就少了 吃两口你就吃不下去就饱了 所以能减肥 那位说那甲铃做不做这手术啊 这个手术 那得切开腹腔 或者说是用腹腔镜啊 所以肚子上那个疤痕是掩盖不了的 但是甲铃的肚子上没有疤痕啊 各位 所以甲铃做什么切胃手术 这都是海外的这帮毒 这帮人哎呀 你说这帮人是天生的一种造谣的偏执精神病 要不然呢就造谣这个中国啊 或者说是造谣这个共产党 完了没得谣造了吧 他就逮着中国的反正是一电影明星 他也得造啊 是不是看人家甲铃 减个100斤挣个50亿啊 他们在这个海外靠造谣都吃不上饭了 快饿死了 嫉妒的发狂啊 我看也是啊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 好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